随着疫情的趋缓 染而山剧场第二届国际行为艺术节 特别举办了宣传记者会 宣告端午年假26到28号 将会在光复复礼花莲市 由18位行为艺术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不需要购票自由的进场 欢迎民众来访花莲的同时 一起来感受行为艺术的心灵之旅 由阿美族剧场工作者阿道巴拉夫领军的 然而山剧场 23日在花莲文创园区 宣告然而山剧场第二届国际行为艺术节 将在端午年假的26日至28日 在花莲县内三处带来精彩的行为艺术表演 每一场次都会有17位行为艺术家 带来15分钟的展演 而每一场行为展演也将因场地不同 内容有所不同 各自充满惊喜 为什么我们要做国际行为艺术节这件事情 我相信就是长久认识的阿山剧场的朋友们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生活感很重的剧场 是生活感也是生活 就是那个软软 软软生烟的生活感很重的剧场 请我们的17位 会在三个地方 一而一个地点 他们会他们的很诚恳的心 来呈现 展演 看看让大家感受 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心为行员呢 才是一定会有很多的感动 我想每个地方 要跟这个团队 这个组织 这个文化去做串联 6月26日至28日下午1点半至5点 分别在华联县福里乡吉拉米带部落 别西生态田区 光复乡马太安 师弟拉兰的家 以及华联文创园区 有18位来自全台各地的心为艺术家 带来精彩的心为艺术表演 免勾票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更多活动资讯 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然而山剧场 记得讲方言 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